由美华慈兴关怀联盟主办华兴保险协办的生命关怀社区讲座日前圆满结束 活动中主办单位向民众宣导了事前照护的理念 帮助在美华人提高疗户品质 由美华慈兴关怀联盟主办华兴保险协办的生命关怀社区讲座 日前在华兴保险位于Hazenda Heights的会议时举行 这次的主题是事前疗户计划 会上针对多个方面进行了讲解 这其中包括如何和家人打开生命末期议题的对话 如何让家人明了您的心愿 以及什么是安宁缓和疗户等等 主办单位表示当民众了解这些生命大事 完成了自己的医疗照护事前指示 便是送给自己和家人安心的一份礼物 我们的主题是希望能够跟华人民众介绍两个表格 很重要的医疗法律表格 叫做医疗照护事前指示 跟这个post一个粉红表 那这两份表格呢 是在我们到医院的时候或到医院诊所的时候 医生都会需要问我们的 那我们应该要在事前的时候呢 就了解他的表格的意义跟怎么样去填写 每个人都要用到那这是我们美国的法律 那加州有加州的州法都是希望只要是年满18岁健康或生病的人都应该要填写的一个表格 生命的中期的时候可是因为法律的关系什么的关系或者病人家属之间的增值 然后这个病人手脚绑在床上 然后擦气管擦胃管擦什么所有的关子 可是呢这是延长他的生命 没有并没有给他的任何的延长生命里面并没有增加他的quality 对不对那那病人是非常痛苦的 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这些教材之后 我们觉得说真的这个应该要把quality life 然后人最后的这个走的时候怎么样的尊严的能够走 然后又有一些知识要能够传递给大家 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information pass给我们的社区里面 成立于2005年底的美化慈行关怀联盟致力于从事社区教育宣导 并且训练志工照顾者和医疗的专业人员 加强在美化人参与事前疗户计划和疗户决定 以提升重症和生命默契的疗户品质 关于事前招呼的更多信息 您可以拨打美化慈行关怀联盟的热线进行联系 中方电视采访报道